Hello,大家好,今天的影片是关于狗仔移民英国的资讯 但由于有太多东西想分享给大家知道,所以将会分成两个部分 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 首先,我们是没有找agent去帮我们处理狗仔移民的 全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去搞有关于狗仔in cabin的所有事项 至于我们是在哪里做资料搜集呢? 就是不停又不停地看Facebook、YouTube 以及上网找有关于宠物移民的资料 希望这一条影片可以帮到跟我们一样自己做狗仔移民的大家 你们也要记得参考不同人分享的宠物移民 一开始,我就会告诉大家有什么是需要准备的 就是GB form,EU form,鱼龙鼠 form,晶片,针卡,风狗正针加狗仔牌照 导从药,健康证明书,PAT test的预约证明 机票加狗狗in cabin的证明 首先,我会说了晶片 根据英国政府网站讲述 是需要检查狗仔身上的ISO晶片 但如果不是ISO晶片呢? 自己是需要攜带一个读卡器的 好像黑斗那样,它本身只有AVID晶片 但我们考虑到去到英国如果走失了的话 当地是会scan不到它把AVID晶片 再加上我们会在英国帮黑斗做一个当地的宠物登记 而那个系统只是接受ISO晶片 所以基于种种的考虑因素 我们觉得黑斗是需要植入ISO晶片的 说完晶片就到风狗正针了 因为植入晶片后打的针才认可 所以要记得在植入晶片之后或者在同时打风狗正针 好像黑斗那样,因为它会植入ISO晶片 所以它是在同一天进行植入晶片和打针的 另外打完风狗正针是需要更新九只牌照,续清狗牌 但记得在预设打针之前要问诊所可不可以做快证 如果不行或者时间紧迫的话 可以在植入晶片之后直接去鱼龙处打针 那就可以即日拿到狗牌了 但最重要的是一拿到狗牌 要立刻核对狗牌上的所有资料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没有检查清楚 回家后才发现狗牌照的资料出错 要再叫鱼龙处更新过 在这件事上浪费了几日的时间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预充一点时间去处理更新狗牌的事 之后就到杜虫药了 杜虫药就是需要24小时至120小时内有效 还有记得是需要受医胃药的 黑斗就是黄昏时段去诊所吃药啦 然后另一天就立刻去鱼龙处加签文件啦 而接下来这份健康证明书就是诊所出给我们的 可以参考下这一张证明书上面会写的资料啦 包括有目的地、本人全名、狗仔的所有资料 即是名、全部晶片的号码、性别、品种和风狗证针的编号和打针日期 然后在最后会写明是fit to travel 还有会有兽医签名和诊所印章 也同样要记得检查健康证明书上面的所有资料是没错的 接下来将会一步步地跟大家讲我们是怎样填所有表格的 首先就是GB form 这个是英国入境用的宠物健康证明 至于是在哪里出事呢? 第一,在机场check-in的时候 第二,在Eurotunnel Pet Reception的时候需要出事的 大家记得是需要映印出来啦 然后用蓝色原子笔填寫的 在右边就会告诉大家我是怎样填寫的啦 首先第一版Country这里会写HK SAR 下面I1这个地方就是写自己全名 香港住址和电话 然后在右边灰了的这个地方 即是I2就会是由鱼龙署填寫的 接下来的I3就写自己全名 英国住址和电话 然后I5就是写HK 而I7就是写HK 绿色圆圈有棵树的这个标记 是指鱼龙署会打印的地方 接着到I8如果是带一只狗仔的话 就可以写One Life Dog I10就是写数量 然后I12这里就是填寫狗仔的资料 Species这里就可以写这个名字 但是要注意大世界 之后就是写性别 颜色品种和全部晶片的号码 而Identification System就需要根据前面的晶片 ISO就写ISO Microchip AVID就写AVID Microchip 最后就是写出生年月日 而紫色圆圈有脚掌印这个标记 就是代表需要兽衣印章和签名 再加上诊所印章的地方 然后到下一页 这一版需要删除不适用的地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在每一个删除的地方 都需要加上兽衣印章和签名 然后再加上诊所印章 而唯一需要填的地方 就是在横线上面写HKSAR 同样御农柱都会在这里扔人 然后在同一页下一点 都需要删除一些不适用的细项 大家都可以留意标记的地方 到第三页 跟前一页一样 都可以看回我删除的细项和标记位置 然后同一版下一点的位置 就是需要填 有关于封狗证针的资料 首先是写完所有晶片的号码 然后就写进所有晶片的日期 打完封狗证针 针卡上面是会有曬子针的资料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根据针卡上面的资料 去填写打针的日期 针的生产商名和编号 但是针的有效开始日期 就需要根据打针当日加21日 因为宠物需要在打完针的21日之后 才可以入境英国的 而结束日期就可以根据 针卡上面写的检查 或者下一次注射的日期 写回就可以了 那大家一样都可以留意 我所标记需要授意印章和签名 再加上寻所印章的位置 填完封狗证针的资料之后 就到杜松药的部分 首先是需要删除细项 和留意我所标记印章和签名的地方 下面这个表就是填杜松药的资料 和刚才一样都是写了所有晶片的号码 然后其他就交由 填医在喂完药之后写回 杜松药的药名、药厂名、狗仔服药的分量 杜松药当中的成分 和当时狗仔的体重 然后在旁边就需要写回 服药的日期和时间 那填医最后就需要写回 自己大家的全名 再加上印章、签名和训所印章 大家可以看看我当时填医所填写的 作为一个参考 在这里也再提提大家 除了需要兽医自己填写的地方留空之外 其他所有资料都需要事先填好的 同一版的页尾 一样都是需要兽医印章和签名 再加上训所印章的地方 而第五版是什么都不用填的 第六版的上半部分是由兽医填写 而下半部分是由鱼龙处填写的 然后第七页都是一样什么都不用填 只需要在页尾加上兽医印章、签名和诊所印章 第八页都是一样没有资料需要填写的 到了最后一版就是本人的声明 一开始在Undersign那里写回自己的全名 之后就是删除细项 接着在每一个删除的细项那里 签回自己的名字 然后再在箱里写回ISO和AVID晶片的号码 而旁边Animal Health Certificate Number 就是由御龙处填写的 到了下面这个部分都需要删除细项和签名 记得在Unders旁边写回自己的全名 再在Place and Date写HK 和当日填写表格的日期 还有在最后的环线上面签回个名字 这个表格就完成了 搞定了GB Form之后就到EU Form了 就是NX3 还有是由第四页开始的 这个是一个欧盟国家入境用的宠物健康证明 亦都分别需要在香港机场和欧盟机场出示 这个和GB Form填的资料是一样 还有都需要映印出来 然后用蓝色原子笔填写的 因为除了格式有点不同之外 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样 所以我都会在右边给大家看我们是怎样填写的 那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有需要的话可以暂停影片 慢慢看细项和标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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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来到最后一份表格 就是鱼龙处方 其实就是动物健康证明申请书 同样大家都要记得是需要映印出来 然后用蓝色原子笔填写 首先是1要带A 之后是2写回自己本人全名和身份证号码 而3要填香港住址和电话 4就是填回狗仔的资料 然后5就是填主人全名和香港住址 旁边6就是写出发的年月日和方法 那我们为了稳定起见 出发方法那里我们会写第一层机 第二层机和最后搭PAT 测试 大家都可以参考下我们这个写法 而7那里可以写城市 但如果有英国住址的话 就写英国住址 还有要提醒会不会带回狗仔回香港 第9那里就是需要签名和自己的全名 再加上当日填写表格的日期 说完我怎么填所有文件之后 接下来会说有什么文件是需要递交去鱼龙署的 分别是GB form EU form 鱼龙署 form 针卡 机票加99 in cabin 的证明 健康证明书 九只牌照 PAT 测试的预约证明 那在这里都提提大家不要钉起文件 但是可以用万字夹或者预尾夹夹起 对于去鱼龙署加签文件 有少少温馨提示想给大家 就是我们会建议早上去递交文件 和交完文件之后在附近走一阵 因为文件上如果有什么错漏 鱼龙署是会打电话 那你就可以立即去处理任何需要更正的地方 另外就是留意鱼龙署的开放时间 因为我们之前去加签文件的时候 它只是开星期二和星期四 而且都要留意会不会有公众假期 那这次就分享着这么多 下条影片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check-in 过海关的过程 和飞机上的一些注意事项 最后就是在Eurotunnel Pets Reception的过程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想分享的 欢迎大家在留言 希望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